大家好,我是Vivian 今天来测试一下杏仁小鱼的血糖波动 等一下我会先测空腹血糖再吃杏仁小鱼 一个小时后测仓后血糖 算出血糖波动 再和其他食物的血糖波动做比较 我们开始吧 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86 杏仁小鱼,我要开到啦 吃完了,等一下来测仓后血糖 仓后血糖 仓后血糖 仓后血糖92 做一下数据分析 吃杏仁小鱼空腹血糖86 仓后一小时血糖92 差距6,所以血糖波动6 之前有测过单吃杏仁果的血糖波动是7 杏仁果总共吃了2汤匙10克 碳水化合物2.3克 吃一小包杏仁小鱼 比单吃杏仁果的血糖波动低 我今天吃了一小包杏仁小鱼 热量是177大卡 总共有30克 它的碳水化合物有5克左右 提供大家做参考 杏仁小鱼可是坚固美味 又能维持健康的好零食 台湾人普遍膳食纤维和钙的摄取量不足 而坚果类富含纤维 小鱼干富含钙质 建议可以将坚果和小鱼干一起食用 一网打尽缺乏的营养 很多人都建议不敢喝牛奶的人 要多吃小鱼干补充钙质和蛋白质 但虽如此小鱼干也不要吃太多 因为它的胆固醇很高 为什么小鱼干的胆固醇很高呢 因为小鱼干是整条鱼 包含它的头脑内脏 所以胆固醇很高 因此不建议拿一大把鱼干当零食吃 一般老人家爱吃的布拉皮小鱼干 通常一次吃两汤匙30克左右 胆固醇200出头还不太有问题 吃太多就可能会影响健康了 常听说坚果对身体有好处 每天都该吃一小把补充营养素 可是每天吃一包随身包会不会超量啊 其实我们在吃坚果的同时 也同时摄入更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蛋白质 吃太多坚果反而会让我们的体重上涨 对健康无益 国民健康署建议 每人每天吃一份坚果油脂类就足够 如果每天都吃一包随身包真的超量了 坚果油脂类的份量 建议以塑胶汤匙做衡量 一天一汤匙就足够 吃太多可能会发胖哦 最后提醒大家 吃完东西的血糖波动不要超过30 比较不会刺激胰岛强烈分泌胰岛素 导致合成脂肪 抑制脂肪分解 对于控制血糖和瘦身比较有利 总而言之 好好控制血糖与热量摄取 才能好好成功瘦身 远离糖尿病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给我一个赞 也请订阅留言分享 不要忘记开小铃铛哦 才不会错过我每次的分享跟留言回复 谢谢收看